老当益壮的史泰龙在最近似乎迎来了自己的晚年事业第二春 他在《塔尔萨之王》里饰演的黑手党大佬在剧中魅力十足 荣获今年最佳施奶杀手称号 已经76岁的史泰龙宝刀未了,继续征战好莱坞 作为国际著名女星的史泰龙 献给了观众洛奇、滴滴血和赶死队等诸多经典形象 而他那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也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是真正的洛奇精神 1946年,希尔维斯特·史泰龙在出生时 因为护士连续犯了四个操作失误 导致史泰龙的左下脸部永久瘫痪 虎实不清面瘫这些特点也一直伴随着史泰龙的演艺生涯 成为了他的标志 而这些也不过是他人生中不值一提的波澜之一 他的母亲是一位占星爱好者 并以当时的好莱坞明星为灵感 取了一个押韵且美丽的名字,史泰龙 史泰龙的父亲作为一名退伍老兵 与他母亲相比就显得更加传统 在最后提交名字的时候 史泰龙的父亲偷偷地加上了自己祖父的名字 于是,希尔维斯特·史泰龙诞生了 史泰龙童年的生活条件尚且舒适 但史泰龙并没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他的缺陷不仅让父母常年争吵 学校的同学更是把他当个笑话 奇怪的名字加上自身的瘦小和说话障碍 史泰龙成为了大多数孩子的嘲笑与欺负对象 为了逃避现实的打击 史泰龙开始爱上了超级英雄漫画 漫画中的英雄无所不能上天入地 并且正义总能战胜邪恶 11岁在父母离婚后 缺乏自信心的史泰龙爱上了运动 尽管在高中时因为反社会倾向于多次暴力行为 先后被12所学校开除 他却靠着自己的运动天赋 获得了瑞士唯一的美国学院体育奖金 成功地上入大学 在这里史泰龙发现了自己的第二个天赋 表演 因为学分的原因 史泰龙没有成功毕业 但他还是选择前往纽约 闯到出自己的演艺生涯 与大多数演员一样 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都靠着话剧和打零工来维持生活 可是追梦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 很快史泰龙就穷得连饭都吃不起 甚至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也只能睡在车站 这时候有一位心探向史泰龙抛出了橄榄枝 200美金的片酬加上蓝一号的戏份 只不过这次的题材是一部成人电影 无奈史泰龙只能选择接受 毕竟如果拒绝了这部戏的邀约 下一步他就准备开始计划抢劫银行了 无论如何 在这一时期的史泰龙一边向各个导演推荐自己 一边开始撰写自己的剧本 当时的史泰龙因为形象偏硬汉 容貌却不够凶恶加上面瘫的缘故 甚至被评为连坏人都演不了 史泰龙在伍迪艾伦的香蕉电影中 正是开启了自己的好莱坞闯荡之路 可他还不知道 长大的好莱坞在此时对他到底意味着什么 客串了几部电影和电视剧之后 大家对史泰龙的记忆点 不过是一个会写点字的同套演员 真正改变他生涯的 是当时拳王阿里的一场拳击赛 1975年 拳王阿里和魏普纳进行了一场比赛 名不见金传的魏普纳 却和拳王阿里打了支出15个回合 甚至还在其中一个回合中 直接击倒了拳王 这一幕直接震撼到了史泰龙 在家闭关三天之后 拳击版的灰姑娘 洛奇剧本横空出世 洛奇的剧本在当时 得到了好几家电影公司的注意 但史泰龙决心要自己出演主角 说实话 在当时没有人会对 初出茅庐的史泰龙产生兴趣 就算在最后成功拿到 超低预算的投资 制作组也把史泰龙 当做一个二流演员来看待 整个拍摄氛围 都十分散漫和迷茫 只有史泰龙知道 这将是他人生中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成败在此一举 2.25亿美金票房 十项奥斯卡提名 史泰龙在上映后 被评为超越世纪的经典之作 洛奇的伟大 正是来源于他的真实 史泰龙把自己的人生经历 放在了这个穿着运动裤的灰姑娘身上 故事却显得如此自然 这正是因为在当时的年代 有无数的人都和史泰龙一样 雄心壮志 却在一次次的失败中认清了现实 洛奇就像人群的意识体 鼓励人们拼搏奋斗 改变现状 30岁的史泰龙突然出名了 他就像洛奇本人一样 成功地战胜了失败 制片公司趁热打铁 让史泰龙自编自导了 接下来的洛奇续作 评价虽然一般 但洛奇2依旧夺得了 1.25亿美元的票房 为了史上最成功的续集之一 在此期间 史泰龙也尝试出演了其他电影 虽然大都评价一般 不过在洛奇加池下的史泰龙 已经鉴定了自己的动作巨星地位 1982年 史泰龙又以巅峰作 第一滴血诞生了 第一滴血把史泰龙塑造成了 一个铁血的动作硬汉 但在作品的内核下 是对着当时越战的自我反省 与社会分析 战场上杀敌一无数的兰博 在越战失利后回到家乡 等待他的却不是鲜花和欢呼 而是退役士兵对社会的不适应 以及周围群众的冷嘲热讽 小成本的第一滴血 为史泰龙带来了 3500万美元的收入 随之等待他的 是兰博续集 总共超过10倍的收入 第一滴血二 史泰龙联手名导 詹姆斯卡梅隆再创辉煌 虽然没有了第一部 引人深思的反战思想 但卡梅隆熟悉的商业元素 和动作场面 加上洛奇 第一滴血带来的爱国浪潮 剧集依然大获好 闯荡好了 无仅十年不到 史泰龙就为大家 创造了两个经典荧幕形象 顶峰人生的阶段 似乎正在朝他招手 在此期间 他也开始绘画 为大家展现了 自己硬汉外表下的 真实内心和自我剖析 就像很多演员一样 史泰龙之后的演艺生涯 也没有一帆风顺 虽然凭借着 自己健壮的肌肉 在动作片中展露头角 但史泰龙的演技 却受到了大家的质疑 缺少对人物内心的解析 和细节的把握 加上面瘫的缺点 史泰龙在这一时期 拍的其他动作电影 似乎都没有掀起什么风浪 而人们似乎很快地厌倦了 第一滴血和洛奇 带来的新鲜感 动作电影的票房 也开始日落西山 两部续作票房 口碑都很一般 虽然不算是史泰龙的事业危机 但种种迹象表明 动作明星的黄金时代 已经过去 谁知结束的 还有史泰龙的巅峰生涯 史泰龙的电影大多包含着 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 时代的产物 必然会随着时间的更迭 绝渐落寞 他也想过突破自我 这月巅峰和急速竞赛 都算是非常不错的尝试 虽然他在电影中 仍然有意或无意地秀着肌肉 但是也让观众 见到了那身盔甲下 一个细腻的他 千禧年后 史泰龙不再执着于突破自我 他依旧会时不时地 给观众提供 高质量的动作冒险片 但曾经的洛奇 也想要给60岁的洛奇 一个完美的结局 当观众看到史泰龙 跑在费城的大道上 熟悉的旋律 配合着熟悉的桥段 这次拳击叫父的谢幕 完美地征服了观众 打动我们的 永远不是顽强的斗志 而是辉煌过后平淡的生活 虽然这部电影 说的是洛奇的谢幕 但却是史泰龙 第二个动作片 《黄金生涯》的开始 洛奇的再度辉煌 明显唤起了 史泰龙的蓝博记忆 也为了不让他 第二个经典IP被埋没 蓝博斯以系列最大尺度 和观众见面了 两部作品的成功 似乎是史泰龙 在向观众告知 只要他想 好莱坞内 永远有他的一席之位 10年 史泰龙召集了 一众新老动作明星卡斯 开创新系列赶死队 虽然口碑一般 但赶死队三部曲 步步票房破译 观众也乐于看到 世界各地的动作卡斯 相聚到一起 为大家带来 各种视觉动作上的震撼 走出半生 归来人是少年 史泰龙似乎还是放不下 洛奇的生涯 在电影《奎迪》中 史泰龙再度饰演洛奇 只不过这一次 故事主角的接力棒 传到了奎迪的手上 洛奇则作为奎迪的教练 故事中的配角 存在于电影之中 而在最近 76岁的史泰龙 开始第一次 在美剧中当原主角 哈尔萨之王中的史泰龙 还是宝刀位了 具有着完全不像是这个年龄的彪悍身材 但这一次 他少了一些动作的场面 多了一些谋略与玩世不公 不过对于76岁的史泰龙来说 他也不再需要更多的成绩来证明自己 一个人如果在一开始就达到了巅峰 那么人们对他的期待就会越来越高 与之相反的 则是他的自我限制越来越多 史泰龙的发展 似乎就验证了这句话的准确性 但老爷子又在乎什么呢 除了左下脸颊瘫痪的遗憾 老爷子如今什么也不缺 上天似乎宁色于给任何一个人十圈十美的生活 星光璀璨的史泰龙以自己为原型创造了洛奇 可他的生活也像洛奇之后的续集一样 总在跌宕起伏 他与发妻所生的二儿子塞尔奇奥被枕断为自闭症 二儿子萨奇也因为缺少父亲的关爱 36岁心脏病突发死在了家里 也许是这样的变故对史泰龙来说太过残酷 在42岁时 史泰龙遇到了自己的一生所爱珍妮佛 之后还生下了史家三千斤 三个肤白貌美的闺女 让史泰龙一下子晋升成为了国民岳父 谁见到他都想喊一声爹 不过这些也是后话了 罗案 上面 氛 nove 氛 nove 石边 氛 氛 我叫你不得了 不得了 不得了 不得了